哈喽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秒星人华晨宇 欢迎大家来看我的火星演唱会 本期的关键词炸弹是 心情很好 很激动 就是在充分地准备我的演唱会 写了新歌 我闭关了一个月 就是为了准备新歌 会因为我没想到 第一次在体育场看演唱会 能在鸟巢 是鸟巢是吗 鸟巢是关键词是吗 第二次是演唱会啊 哇那我刚刚说了好多 准备我的演唱会 在体育场看演唱会 开演唱会 那这个太难了 我不讲鸟巢 好吧那我现在可以放松了 对因为我是第一次在体育场 开演唱会 而且还是在中国最大的体育场 所以我会有一点点兴奋 我会很期待 就是在这样一个舞台上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音乐呈现的效果 我猜想 首先舞台上会有一些 我自己设计了一些小环节 就是这个环节是 在作品里面的一种表演状态 这个状态应该是 我以前演出没有表现过的 还蛮特别的 就是那个表演的状态 会让你在一瞬间 你的造型和你的整个舞台和歌曲的气质 全部都会变 在一首歌里会有变化 反正就是很好玩 还有可能会飞起来 对 但现在是在去努力地去爆批这个事情 就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实行它 鸟巢嘛 就当然要飞一下 你已经出到第五中间 所以进次的你从来 可以说是任何这关系的约定吗 对 那个约定呢 就是我觉得 既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约定 那我觉得在完成这个约定的时候 应该在一个很不一样的场合 会让大家都能够在 都在场 那个感觉会更温馨一些 有一种我履行了约定 你们也履行了约定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能给他们最大的福利 就是拿我的音乐 对 拿我的新的音乐 我一直觉得我能给他们最好的是 是音乐 因为可能其他的东西他们也不一定会喜欢 对也不一定会希望看到我天天去哄他们 或者是围着他们转的这样 对 男人当然要做点自己的事情 对 我当然是开心 但我也觉得应该是差不多的 因为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来的 只是我没有想到就是很多人没有票 当我知道卖完的时候我是开心的 但是一看到很多人说没有票的时候 我又觉得这就是一个五年的约定 所以我觉得还是在再加一场 我希望他们都能来 今年《迷运之子》的第二季 跟第一季的规则不一样 对于这些选手们来说 我更像他们的一个队长 而不是他们的老师 也不是他们的评委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今年要做的任务是 当一个队长有一种像带着自己的队员去打仗的感觉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 我三到六五个小孩 妖魔鬼怪 加上我们的孤独的小天使 田思火 我觉得他们其实都符合九大厂牌 在我心里面 因为他们的风格太明确了 就是他们每一个人的风格很独特 各有特色 而且并且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又做得很好 所以谁能比到后面 我还真说不准 你也只能比到后面 每一个人喜欢他们 而且没有办法去分高低的这种 那我也是想要下一个五年 大家看他们的一个比较不赖 你们想要新的比较不赖 五年啊 下一个五年 下个五年再说吧 五年之后我才知道我是什么样子 我根本就不要想这个未来的事情 太太麻烦了 真心话大挑战 秒答开始 用三个词来形容即将在鸟巢开唱的心情 未知兴奋期待 请您用三个词来汹涌一下明日之子 好选手 好导师 好总导演 分别用一个词来形容杨秘丽与春 吴清风这三位新推官的风格 蜜姐的话就是可爱 春春是护炫 清风是温柔 好我想问一下 夏季必备的一样时尚单品是什么 我比较喜欢耳环 我会喜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耳环 请问你最喜欢粉丝对你夸赞的三个词是什么 主唱 魔王 没了就两个词吧 对于比你大的小姐姐 还你小哥的会怎么办 可以啊 叫吧 对啊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些比我大的人 看起来都像比我小的样子 我想问火锅和烤羊铁你会选择哪一样 羊 腿跟火锅 哇 这个难到我了 呃 羊腿吧 火锅必选的五项火锅食材是什么 那个牛肉卷 羊肉卷 毛肚 没了就这三个 我一般就点了三个然后点很多份 你养的流浪狗叫什么名字 流浪狗叫什么名字 我不说 我不告诉 它是我的小秘密 反正我超喜欢它 你们怎么知道我呀流浪狗了 我刚刚都没反应过来 他们怎么知道呢 诶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会知道 他们都知道了 其实 我好像没说过这些 它是我有一次经过一个地方 然后看到了一只很脏很脏的那个狗 但是但是它很可爱 它一见到我它就躺着 把肚皮对着我 然后很可爱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流浪狗 我也不敢带它走 然后我就去问了小区的保安 保安就说它是流浪狗 因为他们平时有时候不经常在这附近转 然后他们有时候会给这个狗喂一点点吃的 但是没有人养 我说那我可以抱走 他说那你不能把它抱得太好了 然后我就把它带走之后 在车上它 因为它的体质太差了 它一坐车就开始吐 很可怜的 把它带回来之后 就打了针 洗了澡还是很可爱的 给它起的名字我就不说了 本来是不养狗的 因为我觉得我的工作 让我没有办法对狗很照顾 但是后来我纠结了一下之后 我觉得如果我不养这个流浪狗的话 它可能也会更可怜 所以我想那还是把它带回来吧 你闭关期间有没有长胖吗 其实闭关期间是胖的 因为我的生活太规律了 就是每天九点十点的样子就睡觉了 早上五六点就起来了 一日三餐也都很正规 所以就胖了一些 但我零开工的时候 还是小小的减肥一下 如果在演唱会上唱歌的时候 忘词怎么办 忘词 忘词乱唱 因为也没办法 我就是忘词了 这是记忆力嘛 说断片突然就断了 我也没办法控制 那就哼一下吧 虽然我犯错 但是 但是 这首歌词是 只有我手上 安静的沙默的 在这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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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 看着别人的快乐 竟然会 竟然会 竟然会感慨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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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我是一道微光切 想要陪你灿烂的光吗 宁愿让我受伤 在黑暗的夜晚 静静的为你 去孤独的照亮 对的是吗 好 太好了 第三种歌词是 管你什么想法 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管你什么想法 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管你什么看法 我的世界我来浮夸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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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紧你的我 比国王富有 曾多么快乐 曾多么快乐 失去你的我 比乞丐落魄 痛有多深刻 最后一段是 音乐沉默可以看我的 有机会 大大一段 之后一段 不如里有这一段吗 大雨滂沱 听说我死后 才挥风了一样 拼命挣脱 是吗 对 我不知道怎么推荐我的演唱会 因为我也没有看过我自己的演唱会 反正我只知道看过的人都说好 有机会就来吧 对 舔屏 好可爱 哎会 就黑色的那个东西叫什么 它就是上面渣渣的那种 对对毛肚 对 我刚刚还在想问这是什么歌 我有这首歌吗 我本来想问 有这首歌 从我背后的 其实我是唱顺了 应该 看转的 我看转的 然后 我想到 我看转的 我看转的